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就知道这个动车要出事 他说他几年前 他们就觉得要出事 当然这是基层的人员 他在他的这个眼光上看 你弄了半天就认识个基层人员 我还以为他有什么背景 我刚才多想问 我认识刘志军 但是他进去了 我是认识他 我跟刘志军吃过饭的 赶快绝交吧 当然了 当初劳过什么好处 买马桶没找你批发 我是第一个 你知道吗 不算第一个吧 第一波吧 坐上那个和谐号的 那个动车 你们都没坐过的时候 试验行的时候 我到铁道部 那是觉悟高准备 不怕牺牲才做的 我到铁道部去采访 那个时候包括张曙光 都还给我介绍情况的 那当然主要不是我 我跟在后头 还跟你 我还见过我们台也有很多节目的 主持人也跟他很熟 那时候还说 写包票 说动车不会有事 是吧 对对对 那我没说 我就注意到呢 我没说了 对对对 他有个那个内部餐厅 内部餐厅 就请我们记者 一行人吃饭 我当时有个印象 就是就是这个餐厅的 女服务员 角色 至少有两个 我就回去念念不忘 就是后来刘志军 就出事了嘛 就是说 我就说 一记将法就把背景交代出来 刚才还在躲躲闪闪 这个事儿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吧 是新世纪周刊最近的一篇报道 在微博上引起很多这个反响 这么跟你说吧 薛老师 你是最会随上的 整天搞装修 一个洗脸盆 就那个洗洗面的池 两万六 两万六 车上楼 这个什么钱 一个 人民币 一个自动洗面器 七万多 7.2395万元 什么叫自动洗面器 就是那个手一伸 水龙头 一个 就还有一种 咱装饰材料 我都不知道叫色里石 听说大里石 它这有个叫色里石洗面台 就是厚色的大里石 就色里石洗面台 2.6万元 一个感应水阀 12000帕 一个卫生间的纸巾盒 所以今天微博上就有人说 早觉得这样 做车的时候 偷几个再出去卖 一个纸巾盒 1000多块钱 那个盒纸 1000多块钱 然后呢 一个液晶显示屏 15寸 上万元 一张单人座椅 22000 单人座椅 这些令人炸舌的价格 不是来自 徐子冬的高档别墅 而是我们乘坐的动车 这个我觉得好奇怪 这听起来 这动车 我记得当时不是一直说是国产的吗 所有东西 但为什么听起来 这所有说的这些东西啊 对 我觉得用我们国产货都能够便宜十倍 这听起来像是在中国用了这个意大利加德国加日本货的感觉 听起来也像 人家这个报道正好有一段就回答你这个问题 说这些昂贵的零部件 就像是高达30万以上的整体卫生间之类的啊 这个昂贵的零部件最终汇成了一列奢侈动车 叫做CRHR 这种动车最初的进口价 就完全进口 进口价是1.6亿元 国产化以后 近年成本虽然有所降低 仍然高达1.4亿元 就国产化以后的成本 1.4亿元 你的意思是这只是某一辆车 不是四动四拖 就CRHR 他这个 就反正拿这个来做例子 拿做例子 就这种车 最初进口价1.6 国产化以后成本低了一点 1.4亿 但是不是1.4 由于加装了VIP座椅啊 加上牵引制动这个提速这些升级 即使在大多数CRH系列流通用零配件 逐渐下降的情况下 中国自主研发的CRH380 这种型号的这个车 成本不降反升 所以你以为国产化也是更便宜吗 也可能更贵了 那表明中国化还是很可靠吧 除了无尔会出点事 不是加进了人的因素 加进了人的因素 而且呢 我跟你讲 说到这个贵不贵啊 是不是国产 我想起来一件事 就几个月前吧 有他在香港机场搭飞机 碰到一个我的大学同学 他跟我说不说哪个地方 他说要飞去 赶着飞去某个省 我说去干嘛 原来我这个同学啊 人家多厉害 都是念哲学的 现在呢 是法国一个非常大 非常有名的铁路运输公司 铁道的这个列车建设公司的 一个驻华代表 他干嘛呢 他要赶去某个省 跟那个省的铁道局官员讨债 怎么讲 说欠了 光那个省欠他们这家 法国公司欠了几个亿 是吗 现在你没听过吗 就是买这些面盆 你没听过吗 铁道部欠债嘛 我听说过 我听说过 这个再怎么欠呢 就每个省的铁路局都在欠债 都欠了这些外国公司债 那这些外国公司 他就跟我诉苦啊 我那朋友说 他这帮外国公司 每个月 每个礼拜 不停的飞来飞去 飞大陆来 还钱啊 还钱啊 哥们怎么不还钱啊 我还记得这个刚刚有高铁的时候 刘 不是不是不是刘老师 是徐老师 用他罕见的浪漫主义热情啊 在这跟我们赞颂了整整一集 说他坐高铁 感觉那叫一个好啊 你还记得吗 是啊 文贯 后来这个洗手间都这么说 我大概没有资格 做到这么贵的那个洗手间 高铁还是挺好的 动手你要不出事就好 不过呢 不出事就好 我还真做过一次 那个我给你们形容一下 他分三种车厢嘛 一个经济舱 一个头等舱 另外一个叫观光舱 结果呢 我那次呢 那个没有位置了 被人赶来赶去 你知道 被人赶来赶去以后 你不是买了车票 怎么会赶来赶去 上去 他说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反正是 这个位置是出了问题了 最后赶来赶去 就赶到观光舱了 他就说你加点钱 就可以坐那个观光舱 那观光舱真的很妙啊 那个椅子啊 就像那种特别的按摩椅那样 他本来你说一排 经济舱是有六个 还是五个位置 那个头等舱是 大概四个位置 他就三个位置 你坐在中间这个位置 一升平了 人就平了 然后两面的这个风景 刷过去 我当然不知道 这个位置这么贵了 这个 但是票价是贵 票价是贵 上海到南京四百多块 就上海到南京 就这么飘一飘啊 要四百多块 自己掏钱 但是我看过一个 很多有权威的人 聊天也说过 文章也说过 说中国的这个动车系统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几十年以后都捞不回本 这个是个全世界都很惊讶 我也很幼稚的问他们的问题 我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可以突然大跃进 在这一个方面 一下子变成世界领先 我说 比方说美国不发展 我们明白 但是日本啊 德国啊 他们为什么不能做成这样 他们说你别看中国 这现在这么高兴啊 他说这个投资下去 这个东西啊 全国人民得为他填进去 正常营运 几十年都拿不回本 原来就用在这个地方 那我真是不认为 我还以为说 我们科技发展啊 这个 这个花的本钱 这个我跟你说 新世纪周刊这个报道 我觉得也有些 触目惊心的这个 这个情况 就是大概啊 是几年前刘志军他们搞的吧 他这个里边 直接的这个 用他的这个报道啊 他们就是铁口之断呢 说到一个情况啊 你知道这种情况 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 就是说 有可能啊 这个有高官 在这个工程当中 比如说我建这个高铁项目 我需要个座椅 或者我需要个什么 你专门生产这个公司 有权威的公司 我不跟你签 甚至呢 我跟什么签呢 我跟你 咱俩哥们吧 我要是需要车轮子 先让你拿到单 然后你赶快成立一间公司 然后你给外国去买车轮子 你知道吗 这样买的 为什么买 买出那么高的价钱呢 而且还有个情况 就本来呢 正常来讲 所有的这种公共的消费 要招标 他们也有招标 但招标的结果是选了贵的 是 这就很奇怪 因为你一般招标的 政府这种招标工程呢 被国际上被人诟病的是什么 就是说到最后 你们选的不是植树好 选的是最便宜 那可能会出事 我们中国这呢 是反过来了 是选的是最贵的 在它这个过程里面 但我觉得好奇的是 你座椅 洗手间的这个面金盒 这个纸金盒这么贵 但是忘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温州动车出事的时候 信号系统有问题 那信号系统怎么不能贵一点 信号系统是北京国产的 你知道吗 那个是国产的 他们就是 我们现在枪枪不也有个微博吗 就是现在提前把话题挂出去 征求大家的这个段子 然后有一个段子 说的我觉得挺深刻的 你知道吗 这个段子的来源 叫茂四楼 这么一位先生 茂还是小姐 茂四楼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 他就说 这个天堂 门坏了 然后上帝招标 上帝说到谁来修 然后说先来了个印度人 印度人说 我要三千块钱 就说是 三千块钱怎么出 就是说材料费 一千块钱 人工费 一千块钱 我拿一千块钱 好 然后又来了一德国人 德国人说 我这个工程水平高 我得要六千块钱 说怎么六千块钱呢 德国人说 我材料费两千块钱 人工费两千块钱 我呢 也得拿两千块钱 好 然后来了一个 最后来一中国人 中国人质量标准是最高的 中央生大陆 我这个就高 我就要九千块钱 上帝就说 为什么你要的最贵呢 中国人说 你拿三千块钱 我拿三千块钱 那三千块钱 咱找那印度人干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顶九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之水 日湾建计 年份完将 与景更久 幸福就在离海最近的地方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海景公寓 独栋全球发售 东鹏黄牌大发送 冲绳散落东海之上 六百年风霜 你可记得它被换作琉球 失去琉球 维系了两千多年的中华世界体系 开始纷纷犀离 惨烈的太平洋战争之后 冲绳多了一位不速之客 被夹在大国政治的中间徘徊观望 散落的珍珠 凤凤卫视冲绳即行 星期六凤凤卫视中安台 我觉得咱要真实行监督 很多问题就是今天的社会 很多事太专业了 你比如说你要想查高铁 这个里边好多专业词汇 就看得你头疼 你比如说我得跟你讲 有个东西叫点桩 这是什么叫点桩吗 点桩是指铁道部指定某家企业 为特定产品指定供应商 点桩一般都是企业在部里有关系 国内有市场和国外有技术合作 以丁书苗为后盾 你觉得丁书苗是谁吗 不知道 哎呀丁书苗都不知道是谁 跟刘志军有关系的那个山西女人 我记得了 哇对对对 山西女人 这事还是你进的牢 没错 这事他们谁有多少人 山西女富豪 对对对对 以丁书苗为后盾 毫无座椅经验的上海坦达 在报道里边讲 被张曙光侵点为高铁座椅的独家供应商 就是一个名证 你明白吗 你这公司可以完全都不是个专业公司 但是呢就把单给你 你说这个例子 你为什么当年你认识刘志军的时候 我不跟他聊 我们三个也弄家公司 我们也能做 我们就是做椅子的专长 我们三个坐了那么多年椅子 是吧 还不能坐椅子 我跟你讲 你就是没回过去 你就是刚才他要三三三分的嘛 你老想着自己自己 人家丁书苗这种大公无私 不大公无私了 大公无私 这个你要想对方 你中国人这个策略 你要替人家着想 我跟你讲 刘志军给你 你得给刘志军 我能给人什么呀 你刚刚说介绍我们那些同事 经理人们 我跟刘志军有一面之缘 当时我还得跟你说 他还给我留下一个印象 此人貌不经人 可是让我感觉到 这是个干事业的人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国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说 他说起来都是宏图大志 我们也为之动容 你不能说铁道部这么多年 没有工作成绩 做了很多 中国铁路提速这么高 当时刘志军就跟我们讲 中国的铁路 国外都有评价 是什么多少 大概是7%的什么运力 承担了全世界 总量百分之多少多少用量 就是很是奇迹 而且你看 说出来这个政绩啊 一大堆 当然他出了事之后 咱们就会发现 所以为什么说 有事业心似乎是好事 可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 你看啊 是历史发展的 有些个那个就感觉是清官 什么都不沾的那个人啊 往往也表现出啊 这个这个是什么呢 颓废 什么事都不干 清如水啊 明如镜 你什么项目 你都不干 对不对 但是呢 这种特别有事业心的人 他的政绩一拿出来啊 在我在任期间 盖了什么公路 盖了什么高铁 什么铁路 什么事 你就得感觉到 他必须弄出这么多的项目了 这个无数个利益 才能够在里边辗转腾挪 对不对 如果是个不思进取的干部 围观议院 什么都没干 你到哪去拿东西啊 但你这也不能推出一个公式 就是说非得贪腐 才能发展 对不对 我绝对 我们讲刘志军啊 他的发展 我们一点都不否定 其实不是批评 他们这几个人 什么张书光啊丁什么 主要还是规章制度的漏洞 他们的漏洞 主要是 只要是两个 一个就是说 招标吧 他有一些铁道部 特别的规定 就本来你应该 我们应该选文道这个椅子的 OK 可是他说 我们这个椅子 安全要求特别高啊 所以 他有个量身定座的一个标准 所以你知道 中国现在的这个 寻租啊 官商勾结啊 越是在奇奇怪怪的领域啊 越容易发生 发生到你都不知道 我随便给你举个例子 我有个认识 我不想确实具体的人啊 但我 这是我听到这件事情 有个人发了 他认识一个高官 怎么发了呢 处理医疗垃圾 嗯 你想过没有 这是大事业 医疗的垃圾 你不像真统 那很专业 不能随便乱丢的 因为他可能有什么病菌 对 所以他必须有 专门的垃圾公司来收它 对 正确吧 正确 那么这个专门的垃圾公司呢 他就让他的表 什么亲戚去成立一家 这个水都会成立的嘛 然后你每年这个钱就是自来水 对 这是为国又是好事 为他自己又是好事 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 你也应该公开 对不对 包括我们以前讲过 怎么拉垃圾发再生能源啊 什么说发电啊 所有这些 他都有政策的好处 问题是有个监管 这边有个问题 有时候中国有些这些招标啊 公共项目 他不是不公开 他也公开招标 但公开没有用 为什么 就像你刚才讲 他中间还定了很多奇怪的规矩 还定了很多道的 这个什么检测手续 公共行政学101 基本课101 教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这道理是什么 越是政府内部 在评测一个事业 或者要做一个什么招标 或做一个什么事 他的关卡越多 比如说你要拿个牌照 你要申请一个什么商业登记证 你要做 你经过的关卡越多 这就表示这个地方贪腐就越多 这一定的 我跟你讲 过程越多 越复杂 牵涉到他 我们讲大的事情 太复杂 不容易明白 我拿小啊 比大 你刚才提到这个医疗啊 我突然间想起啊 这个手机短信文上 我刚看见一个新闻 这个事儿 你可以来比照啊 就是说 这个山东 一个副总经理 跟徐老师是心脏 有毛病 装支架 你知道他给上了几个支架 七个 好 这样子装了七个支架 人家专家都说了 说 大则 说最多 买一送一 专家都说 说最多装 装三个 还是有医疗意义的 装七个 那就是卖支架 装了七个 然后我跟你讲 我不是瞎说 在山发这事儿发生在这个山东啊 但是我就从拿小比大来说啊 你就想想咱们的大工程的招标 为什么你说监督啊 医生你怎么监督 他这里边有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呃 搭桥手术是治治疗心脏病最好的方案 但是现在医生都倾向于放支架啊 国产支架出厂价是三千块钱 卖到医院 一万二 进口支架用在病人身上就涨到两万 然后呢 这个包括抗生素 是目前我国最常被滥用的药品 包括这个咱们国家太喜欢往病人身上放东西了 支架半膜钢板 这个拼命的放 然后呢 据统计你看抗生素 我们的人均年消费量比一些发达国家高几倍 以至于造成害人呢 现在临床上发现大量的药物性肾损伤病例 给你用抗生素 用得你的肾都损伤了 可是这个问题你怎么监督 都在医生说我要给你装支架 就好像说我要搞定 他说是专业医疗判断了 我要搞这座椅 专家表示 不实行医药分离 不改变以药养医的问题 那么过度医疗的难题就不可能根治 就现在就跟咱们过度发展 过度建设一样 你想想跟过度医疗没什么两样 其实其实英国人早就想到了 这利益冲突嘛 就是你要医生要证明我的药用的没错 就最简单一句话 我跟你用再多的药我也没好处 你就相信了 所以他的椅子买的最贵 如果说这些人一分钱都没拿到 那这个椅子就是用得起手 或者最多是糊涂账 现在的问题是 不知道是哪一个张曙光还是 他一个太太就专门负责这个厕所的嘛 厕所王嘛 所有这个动车上的厕所 全是他负责进口的 所以这个财产是多少亿多少亿 每个人都得坐他的马桶 厕所王啊 对啊 这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中国的领海主权正在遭到侵蚀 中国的海外利益也屡受侵害 中国的和谐外交并不总是得到善意回报 在讲究实力的国际游戏规则中 没有强大的军事手段坐后盾 和平只会是一厢情愿 今天国际环境日益朝着危险方向演变 中国是否需要调整防御性的军事战略 中国军队在对外战略中 是否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红花狼环宇大战略 星期日晚上凤凰卫视中安排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兵平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这还有很简单的方法 就一般来讲的话 贪腐还可以被什么样的一个制度来减低呢 它的严重的程度 就是竞争 什么样的竞争 比如说我心脏病 你是个大夫 我来看你说这得装七个指甲 但假如还有好多家医院 我跑几家 最后有个说 其实你用不着那么多 三个就够 那我就找这个 对不对 那也不一定 那听谁的 也有可能每个都说装八个 医疗的例子是一个特例 你敢吗 你说你装三个 万一你给我弄死了呢 对 所以这里面呢 还需要别的配套 但是大体上 我们这些配套 是围绕着这种竞争的合理发生来旋转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如果说 我有个火车的某个工程 一个座椅 我现在招标 那几家公司来招 结果因为我种种的不利的条件设计 就给了一家公司 那这其他的公司会怎么样呢 在一个合理的 有法律监督的这个竞争环境下 他们要做的最简单的事 我就告状 比如说来香港就发生过好多这种事 比如说以前也曾经出过 一些工程上面出现些什么问题 然后别的人看不过眼 说为什么就买了 给了他们 不给我们呢 说我们这是不是中间出现贪污什么 然后就跑到廉政公署告状 那香港人要知道廉政公署啊 其实他查案子啊 都是等人家来告状 对 他查好多案子啊 结果后来证实是没问题的 但是就很多去报案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种招标下 不服气 我就去告你 我就去告你 是 那但是假如说 那我们可以想象 为什么中国不发生这样的情况 不是说有没有连这个事 我们有纪委啊 我们有很多司法检查机关呢 那为什么那些落选的落标的 他不上诉 不上访 不告状 还是说他们做了 但没有用 不是 他们害怕 他一旦不成功 将来他什么局都入不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 文明启示录 请进行